昨天我跟好几个美国朋友,人家问我话特别清楚, 他说Miles你付出这么多,你完全可以不这么做。 但是我真的说你不要太天真,他说美国自裁吗?会自裁。 委内瑞拉制裁了没有?伊朗制裁了没有?古巴制裁了没有? 北朝鲜制裁了没有?制裁了好几波了,就差了战争了。 伊朗不还在那儿吗?委内瑞拉不还在那儿吗? 古巴不还在那儿吗?但是我给他讲,我说是的,你说的很实在。 但是我说,我也请问你,苏联是怎么倒的?东西德怎么合并的? 伊拉克怎么倒的?罗马尼亚怎么倒的? 齐奥塞斯库当时的罗马尼亚那是没有人相信的,包括当年的卡扎费。 那么我告诉大家,我说现在共产党它既不会成为委内瑞拉,被制裁不死。 现在委内瑞拉,现在马斯特罗这火的不行啊,油也卖,钱也回,火着呢? 但是我告诉他,这个时代不是这样子的,因为过去没有爆料革命。 他们这些国家没有出现过郭文贵。中国出了一个郭文贵,出了爆料革命,一切都会改写。 全世界最大的实力,军事实力,经济实力。对一个国家来讲,没有经济实力,你就不可能有军事实力。 你没有经济和军事实力的综合体在,你有一个良好的制度,你也是不可能生存下去的。 美国最了不起的和英国到今天,它创建了一个最了不起的制度。 只有一个大英帝国创造了两个系统,是它最牛的,这叫制度设计。 第一个叫金融制度,第二个叫社会的人和法的制度,就是社会制度。 一个好的金融制度,社会制度才使英国强大了。是英国当了帝国,法国落后了。 今天的美国,包括今天的香港,包括今天的南非,开普敦,包括今天你看到的欧洲其他国家。 中国从大明朝到清朝到今天,中国最大的问题,它没有一个好的制度。 到今天中国还在开二十大,还搞所谓的假民主假选举,搞的事实上是独裁制度。 就像俄罗斯一样,它怎么可能有未来。 独裁制度的维护,是强大的军事力量。 压迫人民,剥削人民,强大的这种宣传力量,叫老百姓变成傻子。 但是今天是互联网时代,你要强大的军队,你靠什么养活,就要靠强大的金融。 中共这些年过去是靠美国和欧洲的欺骗法,贸易协定,和西方的所谓合作。 我也搞民主搞法制,放弃独裁,对老百姓好一点。 结果它骗了西方,所以说中共从过去的200年,一万多亿的GDP,突然变成15万亿美元。 它获得了一个不是金融制度,而是靠骗取的西方,来让暂时性的拥有了养军队的和养政府的巨大的金融能力。 所以在过去的30年,共产党就是成了世界所谓的奇迹创造国。 那叫欺骗创造国。那接下来怎么办呢?它还能不能维持下去呢?